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今天早上起床沒多久 看到在網上的消息傳來 我都相當震驚的 一位傳媒人 亦都是我的行家 亦都是我的朋友 雖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亦都是在他的大埔住所燒炭自殺 他只有42歲 是正直 青壯年 對我來說是震驚的 為什麼會這樣 亦都有一些網友問我 你會不會說他 其實我很猶疑 我猶疑的原因就是 當然很多人看到這些新聞 就會大造特造 因為會很多人看 但是我不是的 我對於自殺的新聞 我很少說 因為每一個人自殺 一定是有他的深層的原因 這個原因我們在外面的人 是不可以不應該去說三道四的 因為不知道 即使你是他 很熟悉的人 很熟悉的朋友 甚至是自親 你都沒有辦法去說到 他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你要我說原因 我是說不到 我也不是很想說 因為我無謂在那裡猜渡 但是 他的這件事 我也認識他 令他很震驚 我沒有辦法不作少少的回應 其實大家知道 他是 2002年和2010年 在無線新聞做主播 亦都在香港電台 有他的節目主持 在電視部 好像是二事論事 我沒有記錯 我們是行家 亦都在香港電台見面 見面大家會聊兩句話 大家會知道他生得比較高大 他的面孔比較英俊 比較盡 所以他做主播 做主持 都很受歡迎 其實他剛好在新一年 星期三的時候 星期三即是3日 2024年的1月3日 提到他對於新年的期盼 期盼 他是這樣寫的 在Facebook上 他說 偶爾我也會看他Facebook 會彈出來 大家是Facebook朋友 他說 什麼事一定擁有過 卻觸不住的 是昨天 什麼事永遠 都快來到 但永遠都未來的 是明天 他説每一個昨天 都是過去式 每一個明天 只是未來式 2024年的目標 是好好捉緊 每一個當下 沒有需要後悔什麼 沒有需要期盼什麼 做喜愛的事 喜愛自己做的事 做擅長的事 學會不擅長的事 很積極的 是吧 從前總總 過去就算了 未來總總 我們要去面對他 要有個期盼 過去的 後悔 不需要 未來的 繼續去追尋 做自己喜歡的事 做自己擅長的事 很積極 所以 3號 出個post那麼積極 到5號就傳出來的消息 自殺 沒有人能夠估計得到 他 為何會 輕生 他離開了無線 其實就做了很多的其他工作 他在無線的時候 都是很出色的記者 很出色的 主播 亦都做過 中國組的記者 做過專題的記者 亦都參與過中國國家領導人 去外訪的活動 離開了 TVB之後 我很記得 他離開TVB的時候 有一句說話 有一句金句 很出名的 他就說 在大台做記者 就可以 好像 奢侈女工 怎樣奢侈女工呢 就是 叫你奢侈女工 你就奢侈女工 是吧 叫你打扭門 你就打扭門 你不知道整件衣服是甚麼模樣的 你只是奢侈女工 不停地奢侈女工 在工作的位置 我覺得他 不是好像在做記者 那個工作 不是做一個 他心目中 喜愛的 想的記者的工作 於是他就辭職 辭職就做公關 我記得他一出來的時候 就做愛護動物協會 中國澳門的外展總監 然後也都做過九巴的社會 社區事務經理 然後 他搞自己的製作公司 然後就是 說一個叫做柳爺說話教室 他這次 剛才說3號的時候 Facebook 那段東西都是在柳爺說話教室的Facebook 那裏出來的 然後就 有柳仔跑會 跟Mental Runner網店 推廣跑步和運動產品 在那裏就 謀生了 我記得 是不是ERROR ERROR好像有一個成員 都說跟他 在大埔跑步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我覺得他的工作 似乎都好像上了軌道 當然我也說我不熟悉他 是朋友 見面有聊天 但是就 不知道他 尤其是我過來英國 就沒有怎樣聯絡 但是 也有一個 一件事 是為人所熟知的 就是在721的時候 大家知道 魯俊光就在電視上看到 721元朗 西鐵站 有這個白衣人 無差別的 嘔打 襲擊 這個乘客 市民的事件 他就 偽然 他開車 去到西鐵站 想 載那些人走 他 最後是載那些人走 不過 未上到車之前 在那個站裏面 被白衣人打爆了頭 真的打爆了 亂了 亂了好像八針 沒有什麼 不過 血流披面 頭穿了血流披面 那個畫面 你看得到 他是 我想起 都覺得很恐怖 後來 就亂了針 但是他也出了一本書 好像叫做元朗黑夜 他出了一本書的原因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每年到這個時候 我也是看他的Facebook 每年到這個時候 7月1日 心情都好像 很難以平復 好像詛咒 好像助奏一樣 直然 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難以釋懷 他整件事令他人生轉變了 他很怕認識新的朋友 和看這件事 一到7月 心理壓力就很大了 他出了一本書 要公開論述 說這件事 心理上的治療方式 Narrative 或者Narration 即是聚述這件事 說回這件事 不要在心裏 每一次說這件事 就是在情緒中 獲得釋放 你寫一本書 更加能夠釋放 他覺得聚述是一種治療 他說 他說完之後就放下了 繼續好好生活 大家不要太執著 會導致出現情緒問題 大家 他自己是不會移民的 但是經歷了這件事 可能對他的情緒 也有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影響 你看得到 左暴 在這裡 追擊他 其實 又說他是 黃絲傳媒人 寫這個 元朗黑夜 就是 大公報 比較小說式的 序事手法 去重組 2019年元朗 721 的事件 充斥著美化黑衣暴徒 抹黑警方的內容 OK 然後呢 亦都很關注他的私人生活 大家知道他的婚姻 不是很愉快 即是離婚的 亦都有出現一些 暴力的場面 那麼 左暴 建制的報紙 大暴 特暴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他 青壯年 可以做更多的事 令到自己的事業 好發展 令到情緒可以平復下來 我強調我沒有辦法去 去理解 所以不在這裏說 究竟他那個要自尋短見的 原因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準確去說 我只是 在說一些公開 我理解到的一些 他過往那段 時間的經歷 我沒有什麼內幕消息 不過我在這裏強調 我為什麼會說這個 這個內容 其實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 每一個人去做這些事 都會有他自己背後的深層的原因 外人是很難理解的 不足為外人道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想強調就是 每一個人 都會有up and down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情緒 好的時候和不好的時候 情緒有時高有時低 這個是很正常的 是很正常的 不過呢 如果你發現你的情緒的低落 去到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的時候 不要死撐 不要死撐 你可以 跟別人說 可以找專業的 輔導 包括 一些社工 心理學家 臨床心理學家 精神科的醫生 又他們做一個專業判斷 對你的情況 不要戒懷 不要戒懷 去看精神科 是不是我精神病 不要戒懷 不要被人標籤 最近 好了很多的了 這幾年 我當然是多謝一些大眾媒體 包括電影 是不是 大家看過年少日記 那個小朋友 跟媽媽說 媽媽你帶我去洗精神科 當然是說以前的事 媽媽的回應就是 神經病 精神科看神經病 神經病的人才看 神經病的人才看 在今天 聽了之後覺得很可笑 但是當年真的是這樣的 你說今天會不會有這些標籤 一樣有這些標籤 所以我就說 當你 我不是說柳俊光 我不知道他的情況 當 每一個人都是 發現自己的情緒低落 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幾個月已經 也都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例如 不肯起床 想睡覺 個人很累 提尾精神 長時間不開心 突然之間想哭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徵狀 尋找專業人士求助 跟自己的 自親跟自己的朋友 談談 不需要擔心 除了 如果你認識他 不需要問 你什麼事 你不要不開心 有些人 就是這樣說 你的生活那麼幸福 怎麼會有這些問題 說這些 我覺得是廢話 你不是他 你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不要不開心 這個真的很廢話 你猜他想的嗎 有些人是不由自主 OK 所以我想說的原因就是 例如英國說的 Well-being 很重視 NHS不只是說 你身體的生理上的問題 你 情緒上的問題 精神的問題 都會有很多人去關顧 不過 重點是你需要走出自己的第一步 去 去尋求協助 你不說出來 別人怎麼知道 你收拾了別人怎麼知道 沒人知道 是吧 又不用做功課 好好的 這個也是廢話 為什麼 不是個個都會好好的 很多適應問題 很多很多很多 小朋友都有很多適應問題 做父母就要關顧他 究竟有沒有適應問題 有沒有 校園欺凌 有沒有跟不上進度 有沒有英文搞不好 有沒有交不到朋友等等 很多這些 大人一樣 一樣 如果問的 一定有很多適應問題 不要 覺得 我說英國的不好 我自己不太適應 天氣呀 食物呀 工作呀 朋友呀等等 不太適應 我覺得有些抑鬱的跡象 有創傷後遺症 不說出來 一說出來 不是 怕被人標籤 而好像示弱 哎呀這個決定錯了 黃絲移民這個決定錯了 抵你了 你來到英國 抵你了 怕被人這樣說 所以 幾大都說自己很幸福 哎呀我很幸福 哎呀我很適應 有什麼問題都不說出來 那麼遲到就會屈出情緒病 這個我是給大家忠告 所以我做 這個YouTuber 經常都說英國的不好的東西 都被人罵 你說那麼多不好的東西 叫人不要來 你是不是藍絲來的 我覺得 很好笑 這種說法 這種回應的方式很好笑 也是廢話 那我就 實情就說出來 是不是 我碰到不同的人 有時候會 特地會跟我說 我都經過一段 很抑鬱的日子 現在好很多了 慢慢適應 是有抑鬱的日子 不是沒有的 還是有的 所以每一個人 他面對 逆境面具困惑 面對打擊 比如在感情上面的打擊 都有很多不同的 的反應 不是不能夠一概而論 不是個個都可以過到關的 有些人過不了 有些人是很長期都過不了 那就要參加協助 好嗎 我不希望這些事情繼續發生 特別是我認識的朋友 最近有些學生 都有這個情況 最近有個調查 都挺可怕的 有幾個百分之中學生 中小學生是有 有這個自殺的念頭 我覺得都相當可怕 或者曾經嘗試過 所以 這個問題是一個 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 是要個人自己去面對 不是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可以解決的 是要個人自己去面對 首先要強大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 我對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聽完之後 都可以 檢視一下 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It's OK It's OK to be not OK 其實在英國經常都看到 不同的標語 說這個well being 不OK都OK的 你不OK就跟別人說 每個人都會有 或多或少的不OK的東西 我都有很多的 是吧 每個人都會有的 不OK就說出來了 不OK No big deal 就說出來告訴別人 去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不要屈住在自己那裏 這個是 千萬千萬要記住 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好嗎 希望大家 無論是身體 無論是情緒 都保持 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 尤其是現在 在英國的冬天 是 好一點的了 一天一分鐘 日照對我來說是 深存盼望 已經超過四點鐘 太陽下山 我覺得很開心 一有太陽就出去 曬一下 活動一下 沒有太陽 不過不下雨 都出去 冷就冷 不下雨 走一下 穿多些衣服 這樣也能讓自己 跟骨可以動動一下 情緒 都好一點 我在這裡祝福大家 繼續保持 身心健康 多謝你收看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和心智口法的頻道 拜拜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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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